糖尿病人能吃什么水果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毅 闲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糖尿病人是这样子对水果的吃 有一些病人也是想吃但是不敢吃 那么水果怎么吃 是我们糖尿病病人原则上来讲是什么都可以吃 只是需要科学的吃 水果是可以吃的 首先呢就说你要吃水果的时候 必须先把血糖达到你自己 你要跟大夫沟通你的控制目标 达到你的控制目标了以后 开始来吃水果 如果血糖非常高的时候是不可以出水果的 这样的话血糖就会太高 会出现一些急症就很麻烦了 各种水果都可以吃 那么吃的时候第一量不能太多 第二呢就不主张跟主餐一起吃 两餐中间吃这样子的话血糖不容易升得高 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血糖吃完了以后容易升高的话 你可以把上一顿的主餐少吃一点 主食少吃一点 然后两餐中间加点什么苹果呀 梨呀 甚至是葡萄呀 这些西瓜呀 这个量是少一点 就是补充一些维生素呀 矿物质呀 给病人节节馋呀 就是起到这些作用 不能吃的像没有糖尿病病人这样 无限制吃 吃的量非常大 那血糖一定会高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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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